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现在17年16年的11月份才拿到联合国的难民身份是吧 对对对 那么拿到联合国的难民身份之后 联合国给你安置谈话了吗 没有 我听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消息 那么联合国给你关于安置的问题 联合国给你什么说法了吗 没有任何说法 我在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固定了危险 我想逃离泰国曼谷 我想去马来西亚 结果是我去 因为这个难民就是纷纷下了一年了 我先去换卡 免得我到马来西亚 他再通知我再回来换卡 因为偷渡是非常危险风险的 我已经要求去换卡了 他说是不给我换 还得等半年 还有就是我们上哪 他不管 如果我们走来告诉他一声 他就把我们的案子关闭 哦 是这样 那么就是你2016年11月份得到联合国难民身份以后 按照常规获批难民之后 他一般应该多久给你们这难民一个安置谈话呢 以往过去好像是在半年或者是一年之内肯定就是说安置谈话 可能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和大气候 特别是联合国疑问也 这不用说 世界人民都看着明明白白的 因为中共这个李克强总理 就是那个死去的郝威啊 他说在这个 在网络上看到了李克强给联合国疑问一亿美金维稳经费 所以说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难民 全世界的难民里边 我们是最卑微的 是最没有那个地位的 也最受提示的 这个联合国和李克强的官员跟李克强总理见面 这个传闻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 应该是春年之后 春年之后 那个17年的上半年 哦 是17年 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 好被看到这些什么了 但是很多人也都看好 当时我那时候还不大会上Facebook 和外界就是接触的就是 信息比较少 这个传闻里面就是李克强 李克强总理赠送联合国一亿美金是吧 一亿美金的 对 那个就是经费给联合国难民数 哦 给联合国难民数 而且是给了联合国难民数 对对对对 给联合国难民数 但是就是说是别的国家的难民 我们都眼看着可以拿钱 灵里灵面 就我们中国的难民是就是说有一些福利 我们中国的难民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待遇都没有 还有就是备受提示 到哪个地方真的是举目言又不通 完了在这个地方又不能工作 又不能又受到中国使馆的那个追杀 跟踪监控和打压 哦 那这个关于这个此时没有安置联合国 那边他给你们一个什么说法呢 没有任何说法 他他我听过法轮功的人说是 呃 他们去了就说是不安置了 就不安置 像那个我前两天去他就也跟那个一些访民好像是说过 就是说呃 中国的难民投机分子太多 造假的太多 呃 中国的难民在整个就是说联合国有人的地位是最低的 还不如泰国 不是不如缅甸难民的印象好 这也是中国自身的难民反正是自己很多来这个地方五毛特务 冒充难民 呃 影响了整体整个中国难民的整体形象 那你认为这个联合国他以这种理由把所有的中国难民都否定掉 呃 这种说法正确吗 呃 当然不正确啊 因为毕竟是受受逼迫 那像我们共产党被那个在国内受到打压迫害被逼迫逃亡的是大多数的 呃 中共呢 渗透过来的那个就是特务啊 冒充难民的毕竟是少数啊 那你可以用你们自己的那个办法去甄别谁是真难民 谁是家难民 你们可以就是说呃 呃 去去甄别用你们自己的那个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渠道和能力 呃 呃 呃 请问 就是你们就把它申请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 发现他不是真难民 不是遭受逼迫的 应该有有这个机制和能力把它在前场送回去 呃 我想再问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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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是2017年这个联合国安排你们到呃 呃 某一个律师楼 呃 呃 上课 呃 给你们讲安置的事情有这回事吗 呃 大概是7月份 有有有有 呃 那是 呃 我们一行一行将近有20人吧不到20人 都是中国难民是吧 呃 对 就是我们中国难民 集中的就是我们中国难民 是在哪里开会的 AAT 哦 AAT 就是联合国授权的一个律师楼是吧 对对对 下设的一个NGO一个组织吧 就是说 AAT 是一个 哦 律师好像协助那么个部门吧 当时叫你们去他给的什么说法 没有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强调我们 呃 在这个地方要学会 呃 学泰语 要学会自己生存能力 就是说介绍一些的手工打工 呃 或者是怎么面对泰国警方发生意外 就是抓捕的时候 怎么去面对这个警方抓捕 怎么跟AAT沟洞第一时间 啊 AAT 出面怎么去 呃 就是去跟他们交涉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一是融入泰国社会 二就是说是跟我们讲联合国的优恩 就当时跟我们签订 不是就是拿难民身份谈话时候也说了 一融入泰国社会 这个要跟泰国政府还要沟通 二就是说一些的轻微的 或是没有怎么办法的 返回母国 就是说是回中国 三就是百分之一 一百个里边能走一个去第三国 还要等待等待 这么低的这个安制率 为什么呢 对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百分之一的安制率 这么低 对对对 因为也是可能根据说是 现在国际社会的这个难民荒 欧洲一些国家可能是 恐怖分子 但是我们中国人 到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暴动的 没有无非就是说 它渗透的一些特务线人 混入打入这个难民里边 没有一个中国人去制造恐慌 恐慌事件 或者是爆炸事件 制造世界的那个恐怖袭击 中国人他没有那个百量和破底 没有那个能力 那么他说 他说他说一百个人中间只能够安置一个 那么 寥寥无几 据你观察其他国家的难民有安置吗 反正是拿到难民身份之后我也很少去 除了我搞活动到那举举台 因为一直在期待等待这个消息 等待他那么的电话 也这个方面不大事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战争难民 希利亚难民 他们就是引进的翻译和他们 他们来一个解决一个 来一个解决一个 战争难民把所有的难民的指标都停占了 还有就是说 我听说走的是极个别的 两年前三年前的就是体检过的了 去了加拿大的两年前三年前已经定向去 加拿大就是说都已经体检过的 才最近 就是这两年 安置的那个翻译 陈帅了 还有是在那个移民间的那个就 也是翻译 那个小林 再不知道谁有 还有两年前的 现在就说起来就是蔡玉亮啊 或者是那个那个 去了美国的那个 被谁那个 精神病那个 还有一个高老头 高大哥 再没听说任何人走 像刘晓莹 他已经就是拿难民身份两年多了 没有安置谈话 没有人跟他联系 没听说过 你的意思说就是这两年 走的这个中国难民寥寥无几 而且都是很久就已经得到难民 确定的了 对 已经确定去哪个国家体检安置的 已经就是 已经确定的了 就是你们2015年 大概2015年来的 有没有人获得安置 或者走了 走到第三国的 2015年来的 有没有安置的 没有 除非就是特殊的像江也飞事件 江也飞的老婆和那个 中管平老婆孩子 还有就借这个机会 就这个机会 就是有一对夫妻 因为他哥哥在 加拿大的那个叫 石青 石青的弟弟 是 借了就是 就是江也飞的事件 就是江也飞这个事件 走了几个 就是石青的弟弟和弟弟 他一家走了 任何人都没有启动 然后就是2015年来的 就走了江也飞 当事人那几个 其他的就没有一个人走 是吧 对 那个石青的弟弟 是在我们之后 因为他哥哥在加拿大 我想请问一下 外界流传就是 这个联合国 让你们自己去找 第三国来接收 对 接收国自己找关系 这个不可能的是 我们都是一个弱势 我们就是一个小在中国 受中共迫害的一个平民百姓 我们跟外界 国际社会的一个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什么 但是国际社会 就是说是美国和各国的 就是一些人权组织 或者是我们这个各党的什么 他们也没有能力 保我们过去 更何况保过去的 也就是说是 现在不像过去前些年 这个渠道是 他完全是推为扯批 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这个 推卸责任 确实就是 确实有这回事 就是联合国的官员 就是叫你们自己去找第三国 有这回事是吧 是是是是 就是说你自己找关系 或自己找亲戚朋友 帮你过去 如果要是什么的话 就不来当难民了 他们直接就在国内 就可以找亲戚朋友保护去了 就可以到第三国了吗 这个是联合国的翻译的说法 捡鸡蛋 就是说泰国的是300泰铢 人民币就60人民币 我们就干的是最底层的 因为我们没有合法身份 在这个地方没法找工作 也就郑姐姐敢用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 唯一的就是出入 就是说 最低的廉价的工资 廉价的劳动力 或是不被人干 连我们去教会 都受排挤打击 都去教会都被他们 我现在就身边周围都被包围着 就是你们在泰国打工 那个工资 是要比泰人要低多少呢 他现在泰国就是 就是一些个 跟中国的工资收入差不多 像我们没有护照 没有身份 也应该都不敢用 还有我们再有能力 也没进行发挥 也就郑姐姐敢用 我们在这儿讲个鸡蛋 一天三百泰铢 六十人民币 那是非常艰苦的 我一会儿发个照片给你 另外我想问一下 就是诸位联合国 获批的难民 你们有一些这个 那个物质上的阶级 能够从联合国得到一些 比如说大米啊 方便便啊 还有生活用品 还能得到吗 没有 一样都没有 因为以往的就是 他们拿到难民身份 就过去在我们这 就是这次就加快 提出难民审核 这个之前 他们拿到难民身份之后 可能还给过米 我们这批就是 一粒米都没见过 一瓶油也没见过 啥都没见过 要求他们来家访 看看我们的处境 也没有人来 一年下来 没有人理睬我们 那么别的国家的难民 能够从B2C 得到联合国的这个阶级吗 那个原先看他们 就别的国家 就是那个 就是巴基斯坦的难民 在那个B2C 能拿米拿面拿油的 我们从来没有拿过 但是原先可能 就是在这个突击之前 就像刘晓盈量 可能拿过几个月 后来也不给了 也拿过几个月的 就是200株300株 后来就半年下来 也都不给了 因为他批两三年了 刘晓盈现在说起来 应该批三年了 难民是 那巴基斯坦的难民 能够获得接纪 华人难民不能获得接纪 那你们去问过他 这是为什么的 没人回答你 这很不公平的 对 还有在教会里面 一样受到同等的启示 教会里面 巴基斯坦的拿着 那个住宿的一个单子 教会就给他 解决住宿费用 我们中国难民 不但说是不解决费用 连那个台湾的那个教会 现在都渗透共产党的统战 排挤我们 就是说对我们那个打压 就是你认为他是被中共的势力所渗透了是吧 对 中共的势力现在全世界连那个连那个夏 连那个美国都那个渗透 那个澳洲什么学界各个 方方面面都被中共分透 这个同战在泰国是最严重的 你说的那个教会是台湾的教会是吧 连台湾教会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说是 应该它是不归共产党管的 都对我们中国难民的提示的 就是那个曼谷 那个台湾的教会 它可以给这个巴基斯坦的难民帮助 我说的不是台湾教会给 那个我没去过 我听说的是 我说连台湾教会应该是保护中国的政治运营人士难民 他们都现在都对中国难民 甚至都略严相看提示 因为我们在这个曼谷教会 曼谷教会就自助巴基斯坦的 它已经跟郑姐姐都一再强调 我们不行谈政治 我们的这个难民到曼谷教会 就是说要给他们的这个弟兄姊妹洗脑 所以说我们就不可以说话 不可以谈政治 甚至就提示我们 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就是说 原先很多难民来这 现在走不去了 现在就位于我还在坚守 这个很奇怪的规定 这是曼谷教会 它是一个华人教会吧 它不是 它是地方教会 它有一个就是中国统战在里面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谈政治 不可以就是说影响他们曼谷教会 完了你还对我们就是说 特别提示 对 它就是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曼谷教会 它给巴基斯坦的难民帮助 但是华人不给 是吧 没 对 就是我村姐是给过一千块钱 也是一千株 也是郑姐姐建筑里面特意写 这个给余燕华的 那就是我郑姐姐从自己药包拿出来 完了 让教会那个长老给我的 虽然你现在已经获批这个联合国的难民了 但是联合国的救济金一分钱得不到 从来没得过 没有 一分都没有 中国人 从这个地方我没听说谁拿 因为在这之前我跟中国难民很融入的 没有听说任何人拿到过一分钱 那别的国家难民有吗 我们听说巴基斯坦 叙利亚战争难民到这就解决 到这就走 原先那陈帅翻译跟我们说的 但是巴基斯坦难民他不走 他但是他有福利 连于我跟你说有意思的是 就是中国这个基督徒教会组织活动 到泰国来 那个搞活动 就是一整 现在他到泰国 之后他提出的是给巴基斯坦 对巴基斯坦难民 中国的华人 在这华商 在这做生意的来到泰国 提出的是给巴基斯坦的难民 就是一分救助 医疗或者是演唱 对中国难民的默示 或者是无视 是我站出来跟他们 具体力争 我说是我们本身是中国公民 来到泰国 我们不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在泰国的中国难民 反过来说是把中国难民无视 你写的关注的是巴基斯坦难民 那中国难民呢 他说啊 中国难民 聊聊 我说聊聊也应该手当提通的是关注的是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兄弟 完了那个他写的是关注巴基斯坦难民 后来我提出一议 我就具体力争了 跟他们 我找他们 牧师长老 我后来之后 这个事情 我说你可以 再不然你就写难民 再不然你就不要写巴基斯坦 这样是在 明显的对我们中国难民的一种提示 我们就是说真的就是我暂时的抗争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请问的话 你现在 你获批联合国的难民以后 在医疗方面得到过联合国难民署的救助了吗 我看过 我隐形期看病 找到无数次我来回跑 他说是给我解决 因为我这个腰就是在国内坐牢的时候 被拽坏了 上灵量被啥的 也是在那长期坐 把这个 最尾这个地方我受过伤了 他说给我500株 我跑了无数次的500株也没拿到 他也没给我 后来我就不找他了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台湾的慈悸医院 每个月的周末 就周日 可以去看病拿点药 那个是属于一个慈悸 慈悸是慈善机构 宇燕华女士 谢谢你所描述的这一切不公平的现象 希望你的案子能够早日解决 谢谢 感谢你 感谢你 特别感谢你们关注 特别关心 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那一定 尽力而为 再见 感谢你